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裡是星道中文電台對話韓人節目 我是韓人 這個星期世界頭等大使 足球世界盃不是唯一 都應該是之一 卡塔爾 中東土豪國家 很小 人口不夠彎曲一半 但是天然氣產量世界第一 為了辦這次世界盃 要花2200億美元 一般來說 如果計條大數 舉辦這類全球性的體育城市 無論如何都是有賺沒有蝕 退一萬步說 就算蝕多少 卡塔爾都完全負擔得起 所以在經濟上 他想都不用想 錢不是問題 最怕你不讓他辦 這屆才剛開打 他旁邊的沙特 又要申請八年之後那屆 幾大都不執書 看世界盃曾經是我們青春的一部分 不過人老了 我的興趣已經淡了很多 屬於可看可不看的類 那晚無意中按到體育頻道 看了大半場荷蘭對塞內加爾 歐洲競旅對非洲冠軍 除了最後十多分鐘進入的兩個球 其餘時間都沒有什麼精彩可言 荷蘭在克魯伊夫時代 他的瀟灑的打法曾經被我視為天才 但是現在一看 好像王安石在他的名篇雙重永那句 敏言眾人矣 我覺得如果單純欣賞球技 看世界盃 不如看歐冠英超得甲之旅的俱樂部聯賽 世界盃是各個國家爭排名 事關國家的榮譽 這隊伍又埋不久 球員一般來說 打得都較為拘謹保守 配後又不夠默契 長球多數都是打得較為沉悶的 而俱樂部聯賽 可以說是這項運動裡最強者 華山論劍 關乎自己的江湖地位 所以都會傾情表演出盡絕招 比賽就好看很多 現在的世界 東西方政治鬥爭無恐不入 足球亦不能幸免 國際竹聯主席欣凡帝洛呼籲 在比賽期間打仗的各方暫時停火 但是俄羅斯和烏克蘭都說不出 理你都傻 反而國際竹聯就被西方媒體噴擦猛的 理由是竟然同意被人權紀錄惡劣的國家卡塔爾 來主辦賽事 極度這位主席先生路不可押 鬧回頭 要西方為三千年來所做的因質事 道了協先 然後才有資格來教訓其他人 球賽未開始 口水仗先打 西方媒體自然不會放過他 在開幕式上 欣凡帝洛坐在沙特王柱薩拉曼旁 兩個人談了幾句 西方媒體又有話說 找回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被殺的那件事出來炒爛殺 說他和幕後殺人者譚笑封失 但是這些西方媒體似突然間集體失憶 不記得不久之前 美國總統拜登 才和這位王柱碰拳為禮 辟失勿針 世界杯決賽 中國隊不能入圍 不能去卡塔爾 但是中國元素在賽場內外無處不在 大到球場、酒店這些硬件的建設 小到手信紀念品的生產 吹雞的球證、護旗的球童 場邊的廣告 連比賽用的那個球都有是來自中國的 使得中國製造大放異彩 中國網民條刊說 這屆世界杯中國除了球隊沒有去 其餘全部去齊 而最惹人注目的我認為 是中國和卡塔爾簽了一張為期27年的 天然氣交易大單 這一紙合同不得了 它是天然氣交易史上有效期最長的 可以使得中國在這個隨時都會發生能源危機的世界 今後十幾二十年之間 心定了很多 買天然氣表面上和足球賽無關 但是中國和卡塔爾兩國 僅在這個時間節點 猛做生意 而且還是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你說是不是有些外人想不到的原因呢 在剛剛閉幕的珠海航展上面 中東國家大買中國軍火 豪到整個雜城裡的裝備 眼都不眨就落單 幾件事合起來看 他說不是大企 絕對是騙你的 講到能源 就要提一提歐洲了 大家應該還記得 前一陣子美國和西方說要選一個限價機制 來抵制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 現在歐盟委員會 終於提出了天然氣的限價方案 建議將天然氣基準價格上限水平 定在每兆雅時275歐元 而且規定了一些苛刻的條件 好像期貨價格連續兩個星期高於這個水平 和和液化天然氣的價格 連續十個交易日超過85歐元 才會啟動這個機制 這個方案聽起來有點複雜 我不敢肯定自己理解得很正確 總之大概就是 現在賣120歐元的天然氣 要等到叫價高出一倍有多的時候 還要連續十多天都賣到這麼貴的時候 先正會抵制俄羅斯的天然氣 門殘這麼高幾乎可以說是挺難實施 搞到歐盟二十幾個成員國之中 有15個表示反對 對俄羅斯能源實行限價是美國大力支持的 表面上的理由是要令到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沒有人買 減少他們的政府收入 但是有人指出 是美國想塞死歐洲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的渠道 而被迫要出高價來賣美國的 歐洲現在綁住在美國的戰車上 自然不敢公然反對這個限價購賞 不過抵制俄羅斯的能源產品又必然對自己的荷包不住 那怎麼辦呢 於是就想了一條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條 將這個限價定到有這麼高得這麼高 再加上附加一些荷克的條件 令到它有得看沒得用 等於告訴美國 抵制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在政治上我們會出行力支持你 不過在經濟上我就實行做不到了 歐洲人以為他理念的小聰明真的可以騙得到美國 都不知道他們是真傻啊 還是扮猛 如果這樣都被你騙到 美國還怎麼做大哥呢 搞這家事美國是你師父 我都要看看美國會怎樣教歐洲做人 G20峰會開完之後 澳洲又真的有些想做反骨仔的跡象 德國總理索爾茨去北京 法國總統馬克龍又說要去 荷蘭在向中國出售晶片製造設備問題上 拒絕屈服於美國的壓力 再加上澳洲、日本、韓國都有和中國改善關係的趨向 西方的反俄反華大龍脈雖然不能夠港會崩潰 但是有些地方漏氣就肯定的了 如果這些洞不即時補回它繼續下去 後果或者真是會不堪設想的 英國那位大隻港前首相約翰遜跳出來玩東西了 他說在俄烏未開戰之前 德國想逼烏克蘭向俄羅斯認輸以避免戰爭 德國一聽 慶禍辣雞 堅決否認 說它是一派胡怡 當然了 你約翰遜這樣說 即是說我政治不正確 我怎樣向大哥交代 你們猜一下 約翰遜這個時候爆德國的料 會不會是對德國或歐盟的一種警告 就好了